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也特别从保罗对于提摩泰的教导 提摩泰后书第二章一的二节 那里面提到他里头不单是一些有关于今天所谈的 使命门徒的这四个T字 它其实里面包含了有关于交棒的管理和交棒的计划 那我们在上一次当中提到首先第一方面就是 我们必须要看重要承认领袖传承的重要性 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几方面 那今天我就不加以详细的说明 我们进入到第二方面的重要 就是有关于传承的知和行 传承的知与行 那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这件事情 首先呢要看见影响力 看见影响力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东西呢 我就从现实的情况来说起吧 华人教会一谈到交棒的时候 都有一个趋势或者一个倾向 就是我们认为要交给有年纪的人 要达到某一个年龄 所以呢一般上来说呢 我们很少会把棒子交给年轻人 所以呢 在这样一种的注重年龄和资历当中呢 我们通常不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 有关于交棒接棒的问题 我们就不是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 其实应该要着重的是从塑造一个年轻领袖的生命 来作为出发点 25岁30岁的童工开始 刻意的有计划性的 有系统性的来培育 五年十年过后 其实就可以成为教会 或者是一个机构 一个组织或者团队的一个领袖 那为什么要强调看见影响力呢 这不单只是强调刚才所说的 要刻意的去怎么样能够从现在看到未来 这个人的影响力 从现在开始就帮他建立 帮助他 预备他 我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 谈到影响力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有关的交棒 我们常常认为是把一个职份 把一个职位 比如说把主任牧师这个位置交出来 这个做法 这一种的强调其实是应该的 但是呢他忽略了一点 他忽略就是影响力 我们要明白 领袖不单只是一个职份 领袖他不单是一个人 真正有影响的领袖 他一定是一个团队 所以呢因此呢 华人教会在交棒的知语行当中呢 我们应该要强调的影响力的意思是 你要把你的团队交出来 每一个侍奉上帝的领袖 都有所谓的自己的团队 这个团队可能是三个人 五个人八个人 他已经跟你 已经并肩作战了可能五年 十年 十五年 在这个教会这个机构里就打拼了 那种关系 这个关系里面有什么 有信任 有尊重 有服从 那这一种的关系本身呢 其实就是影响力 那当我们谈到交棒的时候呢 我们要看见这个影响力 就是说呢 今天假罗刚才所说的 一个二十五三十岁的人 我们看见这个潜在的能力 可以成为教会的未来的解放人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处理有关临这个交棒的计划和交棒的管理 但是记得这个过程里面不是要单单交出这一个之分之位 更是要交出团队 意思也就是说 怎么样开始思考 用具体的方法 让这个所谓将要接棒的人 能够在我这个团队里面 开始能够逐渐的转移 让这个团队 让这个团队跟我的这一种的关系里面所包含的 无论是尊重啦 无论是一种的信任呢 服从啦 那一种的关系呢 怎么样在未来的三年五年当中呢 从我的身上 这个团队能够转移到这一个将要接棒的人的身上 这样的一种的交棒 我称它叫做看见影响力 我盼望华人教会真的能够很重视 很在乎这个过程 因为你用一点想象性来看 当一个人接了一个位置的以后呢 他要用好长的时间去摸缩 而且更重要的那个团队啊 比如说今天我做主任牧师 我放下这位置的时候呢 这个接棒的人 他不可能把整个团队改了 这个长老啦 知识啦 核心的教会的侍奉团队还在的 但是这个接棒人可能要用三年五年的时间 从零开始来去建立那一种的关系 因为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那个影响力不存在 但是我们应该在交棒之前 就应该怎么样看见这一种团队的影响力 交出团队 在这过程里面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来把这一种的团队的影响力 能够转移到将要接棒人的身上 所以这是第一方面 看见影响力 那第二方面呢 有关于交棒的知与行 要看见与上帝与别人跟与自己的关系 那这个地方其实有好多东西可以谈 我尝试尽量在这个录影当中看能够讲多少 看见与上帝与他人跟与自己的关系 什么意思呢 一个大前提 传承中所交出来的 到头其实是交在上帝的手中 由他来用 记得这是一个根本 我们在传承要交出来的 其实最后最后是交在上帝的手中 由他来用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我提出几个重要的要求 第一个要求 对上帝全然信靠 我们交棒的人要相信 上帝让我开始走一条新的路 他就一定会拜领 我发现很多教会的主任牧师也好 一些的所谓机构的负责也好 交不出来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不敢走另外一条新的路 不敢走 因为那条路没走 或者因为在这个位置上面已经灌了 他走不出去 其实这是牵涉到对上帝全然的信靠 我们要能够相信上帝带领 让我走一条新的路 第二呢要放下自己 强调什么 这不是我的教会 我的机构 乃是提醒自己 这一切都是主所交付于我的 就如同耶稣对这个彼得所说的 牧养我的小羊 所以要学习怎么样的放下自己 不再强调我的我的 第三对教会和机构完全放手 要相信上帝能在我不在这个事奉的刚位上的时候 做比我在的时候更大的事 那这一种对服事的这个教会跟这一个机构这个群体 能够完全放手 是另外一个交棒的人 他怎么样来去操练 看见自己跟上帝跟别人和自己的关系 所以这三个我认为在操练交棒跟接棒当中 一个很关键的属灵的要求 一个是对上帝全然的信靠 一个呢是放下自己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教会对机构全然放手 我知道这些都不容易 但是对一个交棒的人来说 这是我们要操练要持守的属灵的原则 上帝赐福你